Hello,大家好,我是大脸猫猫姐,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,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。 对于通信服务提供商来说,优化可以直接转化为更好的客户体验。除了带宽限制之外,电信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是网络延迟。像手机上的AR、VR等应用,只有极低的延迟时间才能达到最佳的功能。 电信运营商也在准备将基于AI的解决方案集成到下一代无线技术中,即5G。三星收购了基于AI的网络和服务分析初创公司Z Labs,为5G时代做准备。 高空认为,人工智能边缘计算是其5G计划的,重要组成部分边缘计算,可减少带宽限制并与云进行频繁通信。这是5G的主要关注领域,网络威胁狩猎,训练算法指纹追踪人工智能防范假货,电子商务搜索。 对搜索词的上下文理解正在走出实验阶段,但要广泛采用搜索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当使用电子商务搜索来显示相关结果时,使用适当的原数据来描述产品是一个起点,仅仅描述和索引是不够的。 许多用户用自然语言搜索产品,比如没有纽扣的洋红色衬衫,或者不知道如何描述他们在寻找的商品,这使得电子商务搜索的自然语言成为一个挑战。 汽车索赔处理,保险公司和初创公司开始使用人工智能来计算车主的风险得分,分析事故现场的图像,并监控驾驶员的行为。 And Financial在其事故处理系统中,使用深度学习算法进行图像处理,过去,车主或司机会把他们的车送到理算师那里。 理算师负责检查车辆的损坏情况,并记录下详细情况,然后将这些信息发送给汽车保险公司。 如今,图像处理技术的进步使得人们可以拍下这辆车的照片并将其上传。 神经网络对图像进行分析,实现损伤评估的自动化。 另一种方法是对驾驶员进行风险分析,从而影响汽车保险的实际定价模型。 防围假货越来越难被发现,网购使得购买假货比以往甚何时候都容易。 为了反击,品牌和典荡商开始尝试人工智能,在网络世界和现实世界两条战线上与假货作战。 不过,网上假冒伪劣产品的范围和规模庞大复杂,造假者使用与原始品牌列表非常相似的关键词和图片。 在假冒网站上销售假货,在合法市场上销售假货,在社交媒体网站上推广假货。 随着超级假货或triple类假货的兴起,用肉眼分辨它们几乎变得不可能。 现在,建立一个假冒伪劣商品的数据库,提取其课征,并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来分辨真伪。 虽是一个繁琐的过程,但对于奢侈品牌和其他高风险零售商来说非常有必要。 下一步的解决方案还可能是在实体商品上识别或添加独特的指纹,并通过供应链对其进行跟踪。 零售走进一家商店,挑选你想要的东西,然后走出去,这几乎感觉就像在行窃。 人工智能可以杜绝真正的盗窃行为,并让免结账手续零售变得更加普遍。 盗窃一直是美国零售商的一大碰点。 然而,当你掌握进出商店的人,并自动向他们收费时,有人入店行窃的可能性就会降到最低。 其余一些需要考虑的事情是如何利用建筑空间,特别是在拥挤的超市,确保摄像机被最佳的放置来追踪人和物品。 在短期内,问题将归结为部署成本和由潜在技术故障造成的库存损失成本,以及零售商能够承担这些成本和风险的程度。 农作物监测,无人机可以为农民绘制农田地图,利用热成像技术监测湿度,识别虫害作物并喷洒杀虫剂。 农作物监浇 农作物监浇 农 morals包裂 农太 led 农太 农好 农太 农太 农太